大家好,这是兄弟农舍,我是小方 你们猜一猜,现在我怀里这个是谁 咱们农舍有五只笔熊 这是其中一只,可能大家已经分不出来了 其实这个是小白 之前呢,也是一直看着就跟个棉花糖一样 非常的可爱 但是呢,因为小超我们两个呢 对这个白色的笔熊 因为它毛量特别大 我们对它这个毛呢,打理呢 确实是打理不好 给它们洗过澡之后呢 也是这些节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吹不开,疏不开 但是因为一直去虫医院修剪一次 太贵,所以说我们也是舍不得去 这两天呢,就有一位粉丝阿姨呢 说咱们这个几只李熊毛孩子 这毛啊,看着也是特别糟 所以说跟之前也来过咱们农舍 直接跟初心那边就是沟通了一下 然后给人家付的钱 说让我们带着这几只李熊 去那边好好的把毛给打理一下 给它们洗个澡 然后毛再修剪一下 让它们恢复如初 就是恢复以前孩子的样子 这会儿呢,我们就准备去了 哎 咋弄,弄弄奶豆? 咋弄的奶豆? 咋弄的奶豆? 咋弄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刚才我跟小车带着我只李熊到门口 刚刚到他们那个宠物店楼下的时候 然后下了暴雨 然后我跟小车呢 怕农舍那边在涨水 所以说我们就回去了 等我们两个回去收拾完 然后过来 这边四个毛孩子已经弄 现在还有一个没弄 这会儿呢 就过去看看他们修得怎么样 这个小白 他身上毛也碎了 可能就是因为大疑了 所以说毛也碎完 现在这个毛修了 实际里面 化了 嗯 找不到跟一线 来 我收 这个呢是乖乖 但是他没有造型 因为上次他那个毛全部打叠了 然后是全部碎完了 所以说现在是造不成形 只是洗了 但是洗的还是很白啊 比我们洗的要白得多 这个是花花 收的漂亮啊 这个头收的真是好 他这个跟小白的比较 小白那个是圆的 跟个棉花糖一样 这个是剪的 是应该就是那种贵宾的那种 挺好看的 然后小七 那个小七 变坏了 出来 就这个 小七 小七别看他就是腿不舒服 但他特别喜欢 做做做做 变做就用 左手 胜过就不用想太多 蹦蹦 蹦蹦 心动 睁开眼睛 就记得当下的强烈 又是灵魂一身而过 牛的 你也吃 苹果 带来 现在最后一个修好了 这个大元两 跟小白一样 棉花糖一样 老板这个多少钱 师祖 艺术品 不说钱 说圆 一万八千元 这会儿最后呢 最后一个 芬芬也修好了 你看这个头啊 修的真的跟棉花糖一样 特别是说 好想咬一口 人家专业的跟我们不专业的还是差距很大的 像我们肯定是修不来这样的 以后呢 我们也是要 经常的练一练 争取吧 也能修成这个样 这会儿呢 就准备带他们回去了 回农市 走了 走了 抓你那几个好兄弟再入废 走 走 走 gr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